如果這麼孝順仔 不過大家有所不知 有些八卦東西爆給大家聽 因為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工作 他們跟我說 因為經過那個臭婆婆的借筆事件 那件事在航空公司罵得很大 然後有同事就跟我說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這裏說馬國明 一個愚一首先報道 47歲的馬國明和34歲的 大過這麼多嗎 看不出 因為馬明保持得不錯 他和30歲的湯樂文拍拖短短一年 已經無數次被追問何時結婚 最近湯樂文更加明顯消瘦 當時馬明說 瘦不代表一定漂亮的 健康就漂亮了 沒有病沒有痛就漂亮了 那女藝人突然之間 積極瘦身除了為了工作需要之外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上鏡漂亮一點 有些什麼還要結婚和行婚禮 要漂亮漂亮的示人 如一收到這個消息 馬明已經在皇帝的珠寶箱 卡爹訂製了婚戒 很多時候 訂婚戒至於結婚戒 很多喜歡卡爹的 兩個人的新劇拍攝工作 將於夏月完成 預料到可以趕及明年初 靚湯35歲之前成為馬太 通常在卡爹訂製的婚戒 大約需要半年左右 如果消息是熟實的話 兩個人的婚期 就會在明年初 又或者是趕至明年的五月 靚湯35歲生日前 就可以舉行 這一個就是 他最新的資訊 然後其實 在去年2019年 靚湯本身 居住在這個紅磡 星X門 很多年了 有指 他父親 湯鎮忠 準備了超豪的嫁妝 送給他們兩個人 當時有這樣傳言 因為 在2019年底 靚湯以自己的名義 豪宅4,000多萬 扣入了2,000呎馬鞍山 雲海別墅 Lily Avenue 單號別墅 他家裡這麼有錢 他父親 買樓的時候 馬鞍和靚湯已經達到 半同居的階段 並且經常被記者拍到 他們去女生的家裡 拍拖當然不出奇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 馬鞍都很孝順 我相信如果真的結婚 應該住在馬鞍家裡 順便和他媽媽一起住 就算不是同一個單位 就算不是同一個單位 都會買多一個單位 在附近 讓媽媽樓上樓下那一隻 如果這麼孝順 不過大家有所不知 有些八卦的東西 爆給大家聽 因為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做 他們跟我說 因為經過那個臭八婆 那件事在航空公司 罵得很大 然後有同事 就跟我說 他說 某一隻 這個屎雲生 屎雲生 那個臭八婆 和這個借筆事件差不多 上飛機都是一模一樣的 黑口黑臉的 對著同事 你知不知 他都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說和婆婆一起住 我又擔心 慢慢知道你的壞事 對吧 你說 男的那個 就說沒有什麼所謂 他一向都被人欺負 你看他的樣子 本身 聽一些 以前的傳媒 跟我說 他說 傳媒朋友跟我說 這個馬鳴 很孤寒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我的性格 我孤寒自己 不孤寒別人 可能他捨得送給他身邊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 他說 如果你說打算 叫他媽媽和他一起住的話 那個屎雲身 黑臉了 臉 哈哈 如果你說生了的話 不知道 介不介意老人家 臭的方法 不是一樣的話 你只會搞離婚 所以我勸你 這個馬鳴 你買多個單位 在附近好了 你說三個 搬到同一個媽媽就是住 我怕你 沒多久之後 你受不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什麼 他說雞汁那個 是不是 OK 對了 OK 那雞汁那個 當然不是馮美姬 大哥 現在不是說馮美姬 哈哈 馮美姬 怎麼跟馬國明 拉起來上關係 還結婚 你猜 媽媽 媽子戀 哈哈哈哈 沒有紙戀 還在問誰 OK 好 繼續說完 他說 他父親被購買那層豪宅 然後經常被人拍到他上去湯樂文的家裡 在2019年的時候 在2021年的時候 他們在IG上發了一些照片 希望去年可以臨庄 但是那屆是被王浩信拿了這個踩國戒儀的 上年 上年因為黑面事件 上年萬千聲輝拿王浩信拿士帝 原本想著馬國明可以拿的 太早了 那時候也拍拖了一段時間 沒那麼快 哇 大哥 你太快結婚了 就搞了他大頭髮 但是我相信 馬明放心 在他生命之中 不會出現第二個 被綠帽去戴的女人 為什麼呢 你哪個蠢到 如果看到王心運這樣的下場 還夠膽被綠帽 馬明戴的話 你真是 嚴命長 放棺材不知道訂 你看到王心運現在的遭遇 你都覺得慘 哪有女人 就算他兩個不記得成分 或者日後好話不好聽 有一天 分開了 我相信也不會有女人 再夠膽被綠帽 馬明戴的了 對不對 哇 真是 你說現在這個王心永 但是為什麼我底線說 我也有 當然有段故 繼續說一百怪給你聽 他其實就是馬明 他說 事帝上年就下空了 被魯王好信的 踩過戒爾拿了 你說結婚 當時他和湯樂文 拍拖一段時間 就言之過早了 但是他被人拍到他 他就經常去 湯樂文 那個晚安山的雲海別墅 就說他們半同居 經常在這裡 怎麼說 浪費恩愛 不小心 就爆響口 說事務的男友 一上床就睡了 間接地說 他們的男朋友 經常上去家睡 你拍拖沒有所謂 很自然的 你再不是兩個浸浴缸 夠吉使 你們兩個浸浴缸 鋪出來 更加 惹人去 羨慕 尤其是你的前度女友 王心永 哈哈哈 接著他就說 自然分歧的問題 就答到厭了 曾經說過很感激大家的祝福我們 但是祝福就變了推動起 大家想快點見到這個階段的話 但是我們其實拍拖的時間都不長 覺得應該是慢慢 不要那麼急進 馬鳴自己就快要入 50歲 就快要50歲了 所以曾經說過不會奉止成婚 希望先結婚才生B 如果依照這個schedule 人生的歷程 他說也不算太急進吧 另外 其實在很短時間 2019年4月16日 自從蘋果日報把這個安心事件爆出來 全球華人轟動 是吧 然後馬國明 大家都知道他當時有多傷心 不過其實他自己曾經在這件事未發生之前 也曾經被警察拍過他 買過一隻情侶戒指 就是Cartier的 不是法國品牌 那個不是Cartier 那個是一個法國品牌 叫Boscheron 有一個Carter的系列 就算沒有鑽石那個 限定的都是7萬元一隻 當時有記者拍到他 他和黃心詠 有一個傷滿了鑽石 閃爆的 當時價值一對都要20萬一對 我給你看看一張照片 我好像是Cartier了出來的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那時候他兩個是在一起的 這隻戒指戴在哪個的子宮 你見不見到 當時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不知道是馬明戴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馬明 你看 有記者當時就寫 有記者當時就寫 什麼呢 看看 好了 你看 當時寫20萬 訂一個法國品牌 Boscheron 的Carter 系列 哇 大哥 他寫 不知道是否真的 馬明送給他 當時一對是20萬 你說Cartier Cartier都有很多不同款 OK 所以現在看到了 新娘 張結婚 新娘不是她 你看她的衣服 我剛剛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以為是露點 是不是那些人做的效果出來 她有沒有做過這件衣服 你們如果知道 留言告訴我 那件衣服透到這樣 和沒有穿什麼分別 真的效果到出汁 前幾天有一段影片是說入色出汁 是不是 高湯 但有一個網友說 阿Kenny的瘋瘋 我記得 她說真的效果到出汁 是不是 然後Azaton說Publicly Miss Wong Ask for the wings 可能叫她買的 是不是 也不奇怪 因為這個孝婆 都是會貪錢的 我做過一集關於她的 都是很貪慕虛榮的 雖然入得娛樂圈都是貪慕虛榮的 即使阿姨這麼純品 她都是貪慕虛榮 如果不是她怎麼會 穿著一套泳衣仔 薄癡癡地走上去亞市的台 競選亞姐 只不過選不到 但選不到也是沒有酒保的 蔡翁瑟買胭脂非福 你看現在今時今日 有哪個亞姐可以有她現在的收入 成就 還有曝光率 給錢都買不到 曝光率 希望在明天 給她等 暗示 安心事件已經很快就斬攬了 但好東西損盤 有很多人要 她自己也都是在2020年之後 跟湯樂文去價值一個五千萬個愛巢 就是我這個同居的生活 簡直是名利相收 當時的事業和愛情得意 失戀過後有艇搭 好 繼續追蹤 現在那個余一就是這樣 憑著她講這個訂戒指 去KTA訂戒指需要半年時間 那可能會不會 另外一樣的八卦給大家聽 因為不排除有些人講條件 如果是做過時 怎麼說 攀過時帝的獎 會不會是跟 如果將來你做這個結婚的直播 成為其中一個節目 因為為什麼呢 在TVB的男演員之中 馬鳴叫做好受歡迎 有很多人不討厭她 甚至乎有些人很喜歡她 因為始終覺得她在安心事件 就是一個受害者 那些人暴義一個同情 加上她又孝順 很多人都喜歡這些 又乖 又沒有緋聞 然後還要被人這樣去傷害她 所以她全部都有一個男神的條件 無論是一個姐姐仔 或者媽媽 婆婆 或者有些男生 都是不討厭 甚至乎很喜歡馬鳴 如果你說她真的有機會 夏年結婚的 那我先跟她說 這樣你結婚我們是現場直播一定有很多人看的 那可能全年 這十年八年最高收視就是馬鳴結婚的了 那如果大家認取這個湯樂文 譬如夏年 談定 如果一早談定的話 現在開始搞 說不定就有機會說 那如果幫我搞 順便搞慶她 頒給你又如何呢 那究竟會不會有這樣的內部交易呢 我們拭目以待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